有时候觉得童年是快乐的,如果不长大都好,可以有许多时光值得期待,但是在童年的时候,总看望快快长大有一番作为,当你不懂得的时候,求知语向往懂得,懂得的时候有时候又觉得不应该懂得,懂得了就是自寻烦恼,当然,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, 有的人一辈也不会深度的去想想关于归宿的问题,但无缘之一的是,经常思考的人会有经常思考的人的忧虑,没有思想的人也会有没有思想的人的难处,其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错的,总之,如果用人生就是寻求一种释然,作为生命的注解,所有一切皆释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